大家好 我是徐立言 欢迎来到跨市博弈 当你看到美光科技micron股票代号MU 公布了一份营收和盈余都远超预期的财报 股价有应声向上 你的第一反应是吗? 是不是觉得 哦 AI热潮骂 水涨船高 又一间食正条水的记忆体公司 不过这些周期股升得快跌得更快 现在先追会不会已经太迟了? 这个就是市场上绝大部分人的共识 一个看起来很合理 但可能错得非常离谱的剧本 但如果我告诉你 你看的根本不是一场普通的商业电影 而是一场关于未来世界权力结构的史诗式纪录片 美光今次的财报不是一份成绩表那么简单 它今次是一份解闻文件 揭示了AI革命下一个被市场严重低估的权力核心 你以为AI的大脑只有辉达NVIDIA的GPU错了? 没了美光提供的高速神经元 再强大的大脑都只会被数据活活饿死 所谓的周期性 在这场结构性的革命面前 已经变成一个不适用的救命词 那你可能会问 OK 吹到这么大 有什么证据 我们就由一个好多人忽略了 但最得人害怕的数字开始说起 美光最新一季财报仍收113.2亿美元 每股赚3.03美元 全部英俊过预期 但魔鬼在细节度它们的云端记忆体业务 按年增长达到恐怖的2.14倍 你想想这个画面 即是全球的数据中心 正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 为了AI的庞大运算需求 进行一场你看不到的军备竞赛 这不是需求爆发 这是一个新物种诞生前夕的能量储备 而在这场竞赛中 美光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 它们生产的HBM高频宽记忆体 就是AI伺服器内 负责传递思想的神经网络 没有足够快足够多的神经网络 你的GPU就算有多厉害都没用 现在单单是HBM这盘生意 美光的年化收入已经跑到接近80亿美元 这个价钱就是市场为神经网络标出的价码 更重要的是当辉达NVIDIA的GB200平台推出后 LPD RAM 低功耗DRAM 亦首次被引入数据中心 而美光是目前市场上唯一的供应商 这种独家供应的地位 你说值多少钱 说到这里你可能还觉得这些都是商业上的优势 好 那我们就把格局再拉高一层 看看CEO Sanjay Mavritra在业绩会上 轻轻大过大分量极重的一句说话 Micron is the only US-based manufacturer of memory 美光是唯一一间总部在美国的记忆体制造商 在今时今日这个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的世界 这句说话的潜台词是什么 当AI技术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 当全球都为了这个未来的关键基础设施而战斗的时候 一条稳定安全而且在自己人手上的供应链价值 是不是可以用金钱去衡量呢? 你买的不单只是一间公司的盈利能力 你是买一个在未来科技战中极度稀缺的战略确定性 当你明白了这点再回去看他盘数 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2025财年全年公司自由现金流由去年的4亿美元 暴增到今年的37亿美元 这不是简单的赚钱 这是一部印钞机正式启动的讯号 他不再需要像以前的周期股那样 看市场面色做人 现在的他有足够的弹药去进行科技研发 扩张产能 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他们预计去到2026年DRAM的供应将会更加紧张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各位好戏才刚刚开始 现在你看到的只不过是聚焦 总括来说 市场普遍还用一套过时的眼镜去看美光 将它标签为一只食住AI浪潮的周期股 但他们看漏的是AI不是一个小浪 而是一场彻底改变板块构造的大海啸 在这场海啸之中 美光已经由一艘普通船进化成一艘身处战略要塞 拥有自我造血能力 并且手握关键技术折点的航空母艦 市场看的是他下个季度的市盈率 而我们应该看的是他未来十年在全球科技版图上的位置 所以 最后我想留下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 在这场已经没办法回头的AI革命里面 你究竟是想继续在岸边用旧地图去找那些随时会被囊 充走的黄金 还是你决心要上船去理解并投资那些能够定义航道 甚至能够制造天气的真正玩家 如果你对这些资本回报、宏观经济、财政政策、 市场博弈议题有浓厚兴趣 记得订阅我们的跨市博弈YouTube Channel 还要点个小铃铛 也可以留意我们的Patreon和Facebook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内容 下次再见 这意味的 下面 你 呢 就